那昨天的本土病例 行增加了48,205位 那當然是比起之前一天來的少 那比起上個禮拜五 我們公布的數目也少了5% 但是不管怎樣還是提醒 目前還是在疫情的高遠期 民眾防範的措施還是不可以放鬆 那境外移入的病例跟之前幾天差不多 有62位 那死亡的病例 那有確認了80位 那比起之前幾天的是增加了很多 那我們初步的了解有可能 但是因為雙十節這幾天的時候 那放假那醫院的時候 他不會把這些的病例給通報出來 那在結束了一段時間之後 那通報出來加上處理 所以說這病例死亡的個案數就會比較多一點點 但是不管怎樣死亡這個統計的話 是一個比較落後的一個指標 那我們還是會很注意 他後續發生了一個變化的一個情形 今天公布的80例死亡個案 年齡是從90多歲到40多歲 其中40多歲的有4位 那有3女1男 那分別是有2位接種過1劑的疫苗 另外有2位則是沒有接種過任何 1劑的疫苗 那本身有3位是有癌症的慢性病史 另外有一位是有肺纖維化的這個慢性肺病 那主要都是因為 新冠感染之後有併發肺炎 加上本身這個慢性病的關係而不幸過世 那在兒童的重症的部分 是有新增3例的這個個案 其中 一位是密死C 一位是腦炎 另外一位是吸支器管炎 目前病況都是改善或者是穩定 那第二位則是1歲的男童 是10月9號開始陸續有這個發燒腹泄的 症狀 當日在診所做快篩陽性通報確診 那2天後10月11因為4歲跟呼吸急促的症狀 到急診 檢查有呼吸窘迫胸凹喘明等等這些現象 所以插管給予呼吸器的治療 收助加護病房 那診斷是新冠感染合併細支器管炎 所以後續給予瑞德西韋等藥物治療之後 康復的很快 然後在10月13號就已經把管移除呼吸器 那目前是仍然在這個加護病房當中 使用高流量的氧氣鼻管來治療